我们媒体低谷了普京总统在俄国支持度 因为普京执政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倒不是像中国那样招商引资 然后给外国公司让利 刺激经济增长 这是历史惯性 普京首先经济恢复整顿 把重要的国有资源收给国有以后 产生的利润拿来干嘛 恢复苏联时期的基本的社会保障 自立自己综合天下 我是梅山剑客成品 我们的朋友现在就该问我了 你怎么只讲美国的弱点 不讲俄国的弱点呢 俄国弱点当然有 外面的评论已经很多了 我用不到重复 但是我要讲几点 俄国的底气是我们的工业党朋友 还有美国评论家所忽略的 第一个底气非常简单 就是历史 历史上 瑞典曾经是占领了现在俄国的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所以彼得大帝的崛起 首先是打败瑞典 让瑞典退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俄国自称俄国熊 民族性的坚韧性格是非常厉害 拿破仑都打到莫斯科了 最后广阔的俄国领土 让温暖地带来的军队 根本没有办法适应俄国的严寒的天气 拿破仑失败 希特勒失败 然后英国以前也打过克里米亚战争 早就失败过了 美国有可能打赢吗 就算美国军队直接下场和俄国作战 我相信现在美国的将军们没有一个敢说这个话 原因什么呢 美国的运输线太长了 当年美国可以从西德空运名声用品 引到西柏林 这是苏联构筑柏林墙前危机的开始 那距离多短 现在乌克兰战争一天的耗弹量远远超过阿富汗战争 也超过二次大战 美国要把大量的军火从美国跨越大西洋 运到德国和波兰再运到乌克兰 我告诉你美国军队自己的分析 就把美国的军火库掏空了 也维持不了 这是第二个人 第三个原因 我们现在迷信GDP 忘记了一件基本的事情 市场怎么定价的 市场根本不是自由市场竞争 平等竞价 这个市场就是大国竞争 我讲的大国就是权势 利用军事政治的权势 把民生最重要的初级产品 比如说能源 粮食 价格压得非常低 然后可以让美国粮食倾销世界各国 美国可以控制中东的油价 然后把自己有利的产品 现在美国的有利产品就是所谓服务业 价格定的高高的 所以才会造成表面上美国的GDP似乎比中国还高 比俄国就高更多了 但战争一打 你们明白 重新定价 对不对 然后跟民生有关系的能源 粮食 最基本的工业品价格 立马就上去 然后你那些高端的服务业 谁还来买单呢 大的那些油船很多都要破产了 波音公司没有飞机的订单 你靠了军火订单也不能生存 没有政府补贴也要破产 所以你马上就会发现 世界上所谓三个产业 它的这个比例好像农业都只有1%都不到 制造业只有30%都不到 这完全是奇形的不公平的定价 战争一打 重新定价 美国的GDP 真实的GDP 或者我讲健康的GDP就会大幅度的缩水 然后像资源的生产的国家和工业制造的国家 包括俄国和中国 还有中东的和拉美的能源和原材料生产的大国 马上他们的国力就上升了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媒体低估了普京总统在俄国支持度 因为叶里清搞的休克疗法 原来俄国人 原来苏联人享受的社会福利 是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 基本上有保证的住房 免费的医疗 免费的教育 退休金保证基本生活没有问题的 结果苏联一解体 卢布大幅度的贬值 然后大欺的前苏联的公民 尤其是退休的老人 包括有贡献的工程师什么军官 我到俄国去的时候 俄国的教授警察军官三年都没有发工资了 那他们怎么生存了 就俄国地大物博 郊区有的地 你自己去种个土豆就能活了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些工业党的朋友 认为农村没有前途 只要到大城市才有前途 你打个仗试试看 马上就倒过来 而普京执政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倒不是像中国那样 招商引资 然后给外国公司让利 刺激经济增长 这是历史惯性 普京首先经济恢复整顿 把重要的国有资源收给国有以后 产生的利润拿来干嘛 恢复苏联时期的基本的社会保障 这个非常得人心 你想想看 俄国原来大批的人 退休的教授军官 没有饭吃 我到俄国去的时候 亲眼看见挂满了凶章的老军人 没有办法 满街要饭 把凶章拿来卖 能换多少钱 然后现在有了稳定的社会保障 而且俄国再困难的时候 俄国人的黑面包是保证的 然后俄国能源很充足 所以即使穷人冬天的能源也是保证的 不像现在乌克兰一打仗 那么冷的地区 你没有能源 老百姓生活怎么过 所以乌克兰几百万上千万的难民逃到波兰去 那绝对冲垮波兰的经济 所以单单讲 普京总统上台这一点 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的名声 我认为做的比中国的发改委还要好 中国现在真的要准备应付美国发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游戏 在南海之道冲突 沿海大城市的危机就跟这次新冠危机一样 马上就来了 大批的城市的居民如果不能在短期里面下乡 保证沿海的高科技的企业和大学大部分能够疏散在内地 你怎么打仗 你怎么备战备慌 所以在这点上我认为中国人在非常骄傲自己过去的成就的时候应该很谦虚一点 要对俄国人的坚韵不拔的意志 普京总统的远见 要对他们有相当程度的尊敬 然后中国和俄国才有可能联合起来实现我前面讲的目标 什么目标 就是欧洲俄国和亚洲的大陆经济 还加上非洲和中亚有可能联合发展海洋国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霸权 维持了现代资本主义殖民帝国500年的历史就该终结了 好 自比之急 众恒天下 我们以后再见 感谢观看